Hello 宝贱们 我是冷静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为你们带来的是一期 Sanel夏日折扣季的购物分享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我今天夏天 好像没有买太多Sanel的折扣 直到我看到你们的催更留言 在准备视频 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我没有少买 并且我有收到一些 我自己非常喜欢想跟你们分享的单品 那么在我们去看每一件单品之前呢 我也想跟集美们分享 我是如何挑选Sanel的 那么我在原价的时候呢 会选购这四类 第一是包包 我们众所周知在经济危机之后呢 Sanel的包包是从来没有再打过折 并且它每年还会以20%的 这个percentage去涨价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喜欢Sanel的包包 你就赶紧立刻现在下手 当然我觉得它今年的包包 我觉得它的材质有一点点下滑 但它的价格还在涨 你们自己去考虑 那么第二呢是它的鞋子 你们众所周知 我是爱鞋狂魔 所以我对鞋子的budget是没有上限的 但这不代表我觉得Sanel的每双鞋都值那个价格 那么第三呢是它的fine jewel 那么对于Sanel整个美国来说 我最推荐的是去夏威夷选购 因为夏威夷这个boutique的定价是环太平洋定价 跟欧洲的价格非常的接近 是全美最划算的 那么第四个是它的秀款乘衣 并且是那些我一见钟情非常喜欢 最重要的是价位符合我的心理预期 那么对于Sanel的折扣呢 也有四大类我愿意去选购 首先就是那些秀款我看上的服装 我觉得它的定价太飘高了 或者其实就是我当时觉得它不值 所以我会事先设好了号码 折扣机的时候直接发给Sales 有码就出货 那么第二类是这些小的配饰 比如说它的帽子啊 胸针啊等等 我觉得它虽然设计的很有趣 但是它并没有很精湛的工艺在里面 我觉得它的折扣价格会更合理 那么第三类呢是这些fashion jewel Sanel有很多fashion jewel 因为大家知道它的fashion jewel 不是真金白银 虽然很漂亮 但是没有什么升值保值的这种价值在 并且有的时候定价真的 往往比它的fine jewel还贵 当然不是说它的fine jewel就有保值价值 只不过我是觉得它这些定价 确实太贵了又不是真金白银 所以我也只会在折扣机的时候看 那么还有一类呢 就是它这些折扣的这种感觉 简陋讨好物的这种感觉 一些成衣啊 或者它线下发售日常的穿着的衣服 然后还有一些鞋子等等 就是这种查缺不漏 那么在这儿呢 我也特别想跟镜头前的集美们说 你们留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仔细看 而且我经常会看到你们会说 姐姐你分享的单品非常的漂亮 我很喜欢 虽然我现在买不起 但是我学到了很多了解了更多的知识 我每每看到这些都特别的欣慰和开心 为什么 因为姐姐我也是从买不起到买得起 它有一个过程 并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在shopper养成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 因为当将来我们有能力可以随心所欲选购单品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进哪些店 选购哪样的服装 能够提升自己的气质 为自己的形象有所加分 当别人觉得这个单品很贵的时候 我为什么觉得值得买 当别人觉得都便宜的时候 我为什么想考虑考虑 我觉得很多的这些时尚的了解培养 都是在你去感触 在你真正选购它之前建立起来的 那么在这我也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 那么今天呢我也会同样送出神套的礼物 这就是来自于我其实自己在夏天包包里都会放 我觉得这个手霜呢 闻上来是非常清新的 但是我觉得它确实比较的轻薄 更适合夏天使用 所以我也会在我的留言中 愁幸运的小伙伴送给你们哦 那么今天第一个单品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的 它的配饰类 其实我非常喜欢选Sanel的这些胸针 我觉得它每一季都有自己非常有趣的这些元素或者颜色 那么这一季呢 我选了一个这个粉色的小草帽 其实我并不是说一季就买广广买一堆 然后我喜欢一点一点积累 它每一季的这些有趣的 然后把它们都拼在一起 放在牛仔夹克上面啊 或者我觉得这个我是觉得我女儿的那些小的白裙子 然后别在上面也很好看 接下来这件其实是我刚刚收到的 对我刚才忘记讲了 所以配饰类呢 像胸针啊帽子 其实丝巾围巾类的 也是一类非常适合在折扣即收 并且用来作为礼物啊将来送人之类的也非常合适 丝巾我当时看到以后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超好 就这么大一条的这个真丝的丝巾 折扣只要360美金 而且其实我当时是想把它这个裱起来 然后可以装饰整面墙 或者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啊 就送给妈妈呀 哪怕是我们自己就是在秋冬天的时候 配一些深蓝色深色的这种大衣都非常好看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试一顶他的运动帽 其实这个帽子呢 我第一眼看上以后就很喜欢 Chanel的这些运动的这些帽子也好 或者说它非运动类的帽子 我一直觉得它们 定价有一点点小贵 所以我一般只有在折扣季的时候 会多关注于这些配饰 然后这顶帽子应该是个运动帽 我拿到以后非常喜欢 首先它后面是相对来说可以调节一点点 是有两个扣子 因为我大部分时候戴Chanel的帽子 我都觉得它稍微有一点大 但是这顶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它拿上以后特别的轻 非常适合夏天 并且我觉得如果你去健身啊 穿一身比较深色的这些运动服 都非常的适宜 接下来这项单品 真的是我这期折扣非常喜欢的惊喜发现 其实就几乎在折扣季节快要结束了吧 我才发现有个sales发出来 然后没想到还有我的号码 其实我为什么非常开心 是因为我折扣季很少能抢到帽子 因为他们家的帽子是分号码的 像刚才那个运动帽 它是可以adjust 所以我就敢买 然后我因为头位是54比较的小 所以必须要带他们家的S号码 然后没想到这一季都快结束了 还能有一顶适合我 我之前给你们讲过 就是Boulder hat本身这种船服帽 也是我自己在夏天非常喜欢的草帽一款 那么Gabrielle Chanel女士呢 她在早年一开始 在设计服装之前 最早她是做帽子起家的 她在她情人的公寓第一层 然后出售她的手工的这些帽子 有两大类 一类是软泥帽 有非常漂亮这种feather 整个应该是在190几年那时候 法国整个非常流行的 就是这种鸟的羽毛配饰 还有一种就是Gabrielle她自己非常喜欢的 就是这种船服帽 她采购了一大批种船服帽 然后把它增添 像现在也是增添自己的小细节呀 然后再去出售 那么整个这个Boulder hat 在Chanel的每一季系列里面 都有反复出现增添不同的元素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品牌经典的一个单品 值得你去下手 然后这顶我当时很喜欢 因为它是Resort 19年的度假系列 我当时其实还买了有它的一双鞋 因为它的鞋当时我是原价买的 然后现在你看它的元素是一样的 所以配起来我非常开心 这一季我还有淘导两双鞋 其实是简陋款的鞋 非常的居家 第一款看看啊 对 这款其实真的是我自己有这个癖好 就是家具托 然后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原价的话 我应该也不会买 因为白色太不紧张了 然后它是这个 也是粗泥材质的 但是这个白色这款就棉线比较多 然后我之前因为在原价的时候买了黑色和蓝色 然后我觉着 是吧 有这个白色折扣了 那就极齐了呗 然后它这里面还有配一个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还挺好的 这有一个袋 这个袋呢有一个shanel的标志 然后它夏天啊 或者你放洋鞋 或者跟朋友游泳啊 有时候出门的时候 我觉得也挺好的 所以它是一双这个拖鞋 然后加一个这个缩蓝 接下来再说这双鞋之前 我要跟你们吐槽一下 为什么 你看我讲的这双鞋了吗 是一双残败凋谢的山茶花凉拖 真的很好穿 我穿的挺多的 因为我在家拿它当拖鞋穿 结果你看看 我以为假花不会凋谢 结果比真花凋谢的还要真 一片一片的洒落 在我家走过的地上 花瓣一片一片的掉 我觉得再穿 大概这个夏天吧 它就能跟装一个普通的凉拖一样了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我不光是买这双 我买另外一双也有 一会儿可以照给你们 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选了接下来这双 我觉得这个呢 然后我觉得 是不是更休闲一些 我其实选了两双 因为它这个花不会掉 所以我这回选了懒汉拖鞋 它也是纯娇皮的 然后这双好小有没有 我手差不多 给我选了一双 然后给孩子选了一双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吧 姐姐穿完了 弟弟还可以穿 然后我这双也是男女都可以穿 所以我就配了一个亲子的凉拖 然后这双鞋 我觉得因为它是纯娇皮的特别软 底儿也比较厚 我有朋友问我说 这跟那个二三十块钱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可能没太大区别 但是上脚了以后 我觉得它确实还是女式款的 就比较的修 就贴合脚型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衣服吧 那么第一件呢 是一件什么呢 这一件其实我有跟你们讲 就是说我比较喜欢 在折扣机的话 是看那些非秀款的 线下更适合日常的服装 你们能不能近距离看看 其实这两件非常像有没有 这件白色应该是我两年前买的 当然还是原价 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零 然后这件黑色 它是一模一样的针织的方法 然后它是针丝混眠的 穿上以后夏天非常清凉很舒服 而且我觉得它的弹性非常好 就在腰线的时候 还是蛮这个贴合身型的 然后折扣机的话 我既然我知道 就是白色这个我穿的蛮好的 黑色有稍微一点点小区别 我就给它买回来了 虽然我不太喜欢黑色 但是我觉得 因为它的材质比较舒服 像这样的话 我觉得它 虽然我觉得是Chanel 但是呢 它确实没有那些 像Jacket比较精益的这种工艺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它的定价呢 原价的话是比较偏高的 所以我就喜欢在折扣机的时候选购 接下来这一件呢 我是从Norshorm的Chanel专柜买的 其实我跟你们讲 就是Chanel从去年的时候 回收了很多它Lease出去的店 然后但是偶尔呢 百货公司还会有几家 它们最重要的区别 就是它们选品会有区别 比如Chanel专卖店的款呢 可能在Lease的店没有 Lease有的呢 专卖店也没有 所以这时候我就愿意 在折扣机的时候多去看一看 那么还有一点 其实你们有看到 它这个包装 跟装卖店的区别 还是挺不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是在Lease店买的话呢 你就不要指望折扣机的 会有原装的包装 虽然Chanel专卖店也不太会有 但是这一季 因为它是从仓库 Warehouse寄出来的 所以有一些 就会寄的这种频率高一些 就寄这个原厂 议价和方程带 那么还 但是呢 就是从Lease店买的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它的推货日梯比较宽裕 Chanel的折扣 在Boutique是绝对不可以推完货的 除非有特别的问题啊 但是这个Lease的这些店呢 就延长的时间比较长 是可以推换的 并且呢 它的这个折扣的 打折的时间也比较长 那么这一件我当时 非常喜欢我看的Lease店有 然后并且没有在专备店看过 你们看啊 其实这件衣服 我收到的时候 它后面的那个 Label签都已经掉了 因为这个桌也有点太沉 这不是我第一次发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只想说 就Chanel也是正常的服装嘛 它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并不是因为它这个打折 然后这件衣服 其实我当时非常喜欢 我觉得它很多彩 很适合我 但是因为没有号码嘛 Sales就跟我说 你可以进来试一下 反正可以退 我穿上它以后 我觉得确实可能我会退掉 两个原因 一个它真的很小 这个是棉线的 所以我觉得它在腋下 和胸部的这个空间 就是很紧 尤其在腋下 在活动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然后另外 这我一会上身会给你们看 它的这个颜色 很多材我很喜欢 但是它的这个粉色 是荧光粉色 非常的亮 然后显得肤色很暗 所以穿上以后 不太会加分 接下来的这件单品的服装 我自己非常喜欢 我觉得买的特划算 我妈觉得一直在吐槽 为什么 你们帮我评评啊 其实这一件呢 是这个Coco在18年秋冬 发布的CocoNage 然后做的是滑雪服系列 那一集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是由我非常喜欢的 澳大利亚的一个女星 叫Margo Robbie 就是演那个女小丑的那位女星 她代言的 我当时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她本人我就很喜欢 我比较秀色悬色可参的 她代言了之后呢 满达街都是广告 并且我那时候正好是从西雅图 然后搬到德州 因为德州盛船就非常的热 而且是大平原 没有地方去滑雪 我当时就觉得 哎呀算了 买了又穿不了 就理智了一下 然后今年看到她打折 并且一会告诉你 我是以什么价格买的 你们看这一件 其实它是非常经典 其实很复古的元素 是这个Fair Isle 就是苏格兰北部的Fair Isle 这个岛 最开始给他们岛上的渔民 做的这种彩色针织的毛山 后来我想我妈为什么吐槽 因为它是一九二几年 最开始有的 到我妈一九五几年 那个年代都传到中国 然后中国还跟我说 都烂大街了这种 所以虽然说是烂大街 可能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平民 就是说非常的普及化了 就是这种技术并不难 所以大街小巷都会做 那么其实这个衣服 说到这样 也没有什么过季不过季的款 因为它本身就是 很经典的一个毛山的元素 其实这眼毛一多说几句 它这个Fair Isle 这个元素呢 其实是由这个温莎公爵 英国非常有名的一位公爵 爱美人富爱江山的那位公爵 然后他穿了一个 这个Fair Isle的图案的毛山 然后抱着它的一只小猎犬 所以那张照片就一下把这个 Fair Isle的这个彩色毛山带火了 全球都非常有名 那么我选它 我觉得它真的没有什么 特别凸显神奥记忆的这个元素在 然后但是它颜色挺好看 这种粉紫色的我很喜欢 然后另外它是这种羊毛材质 这个材质也不是我觉得非常的值钱 所以原价我也不会买 这个原价是1900 然后Sales发出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它lease出去的柜台 它有的时候会卖这种两年以前 两三年的款式 所以这一件是四五折 然后我觉得既然这件毛衣 它其实每一季不同的品牌 都会出类似这样的毛衣 也不存在过时的 不过时一说 所以我觉得里面配一个白色衬衫很好看 我就把它收来了 接下来是一组秀款的套装 我非常开心 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我之前跟你们讲说 在折扣季的时候 我最先关注的就是那些 当时在秀场上我意见中心的款式 但是我觉得它的价格 实在不值我心里的价位 定价太高了 所以我就会等 然后这一件呢 其实我觉得我想说了一句 多说几句 我觉得Chanel的就是从上一季开始 折扣季开始卖前一年的产品 这个营销策略还是挺成功的 因为今年当我们再去挑选 19年春夏那些单品的时候 我觉得哎呀 怎么好多都没有了 就是有一些你很喜欢的我能理解 有一些你觉得一般般的那种 什么号码都没有了 我觉得还是挺奇特的 但是还好这一套是有的 但是当时也没有任何的小号了 是哪一件呢 就是这一件 我觉得这一身呢 是非常有神奈儿元素的 而且有一点复古 非常简单的这种黑白色 然后配的这种金扣 我当时一眼就喜欢 非常喜欢 我当时去专柜室的时候 只是我看到它的价格 我觉得非常的不划算 这一个就是上衣 原价的时候是3900多 接近于4000美金 我当然想就是如果是折勾机的话 你都可以买一个它的jacket 那jacket是粗泥材质 编织手法和整个的这些剪裁 那是什么样的做工 值这个价格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毛巾材质 质地材质很一般 然后剪裁的话也没什么剪裁 就是说它是因为 神奈儿的风格设计 那么其实它打折的话 作为消费者 我们付给它的这个品牌的设计 也挺良心付给它了 因为打完折也不便宜 那么其实要说到这个 我也想说 就像今天这两季 出的这些chanel 款式很喜欢 很多都是九几年的 这种复古风格的回潮 但是我觉得它的材质 确实不值哪个价格 所以可能对于今年新款的 我也愿意去等一等折扣 那么说回这件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chanel的衣服 还有一点 就是它很奇特的号码 我跟seals也讨论过 你还是要今天去试 就是多去试 多去感觉它的材质 才不会在折扣戏的时候 就是忙买的时候出错 为什么 这一件的时候 这一件我手里拿的是42 我平时34 36 我穿这件42的很好 我穿44的都没有问题 而且它是因为 有点厚重的棉质 所以里面你穿一个衬衣 然后或者T恤 然后当一个小外套 也足够 所以一会我上身给你们看 完全不大 但是它的裤子就奇大 这是一组套装 这个裤子我觉得很热 就是一个厚毛巾 我也没有想好什么时候穿 只不过我是觉得 我喜欢买这种一套而已 我就把它收了 这个裤子我选的是36 我穿上身以后 我觉得臀部的地方 和胯部什么的 都其实还是挺大的 接下来的这一件 是我这次忙买非常成功 有点小惊喜的一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件 它不是袖款 袖款有一个跟它非常类似的 那么我之前没有关注过 就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床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突然觉得说 哎呀好像Sales发过这一件 感觉印象还不错 也许我挺需要 穿上挺好看的 然后打折机都快结束了 然后问我的那个Sales还有没有 他说正好这件还在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没有卖出去这件 就是我觉得Chanel和Lubaton 这两个品牌 都是实物比图片美很多 就是很多图片是拍不出来的 比如像这件 为什么 我待会给你们可以看看 我Sales发给我的图片 图片上拍出来的 它是一个只有绿色在反光 然后白色绿色的一个比较单薄的颜色的外套 那么我收到以后发现原来它是这么多彩 上面有很多这种粉色 橘色黄色蓝色各种颜色的这种粗泥拼接 而且其实在我整个的衣柜里面 也没有Chanel短袖 首先没有短袖jacket 也没有这种有点减型的这种弧线型的jacket 非常特别也比较减零 然后这件因为它具有Chanel jacket非常经典的元素 四兜啊扣子粗纹 然后包括西服内衬的这种偏接 还有底下的这个链条 所以其实是很经典 很值得收藏的一件外套 并且又那么的特别是短袖 就是像现在这个季节穿 虽然有一点热 但在室内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它平时日常搭配的时候 也可以非常的休闲 我就喜欢比如说 穿简单浅色白色的这种牛仔裤啊 然后里面配一个单色系的这种T恤也好 或者哪怕这种真纸衫都很好看 那么这一季呢 其实这个衣服是在19G的 这个Ready to Wear系列上面发售的 那一年呢 有很多就是oversize的款式 但是就是这一件 Sales给我发图片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oversize款式 所以我当时毫不犹豫就拿了36 因为我想给自己就是肩部啊 还有这个腋下更多的空间 可是我收到以后 我觉得它偏大 我也有跟Sales说 就是Chanel的衣服 确实比较适合你去进店去多试 因为你没有试过的款式 忙买的话 号码很容易出错 那么这件我为什么说它大 我一开始觉得可能 它就是oversize款式 直到我把它穿到 我自己家里那个模特身上 它比我大一个号码 我能穿的它都穿不了 这件它妥妥的拉上扣子 以后还有空间 所以我就觉得它是大了 所以我在想说 要不要把它当oversize款式穿 还是说把它改的更合身一点 但是除此之外呢 我都是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这一件 折扣机能够收来以后 非常的划算 那么其实最后一件呢 是跟它配套的一个短裙 其实买这件短裙的时候 我很少会单独买Chanel的下装 因为我觉得它原价就挺贵的 然后折扣也不便宜 然后我有一点点犹豫 因为我不知道 就是说在衣服 我喜不喜欢的情况下 但是我当时问的Sales 然后他给我一个很好的理由 因为也是挺好的朋友很多年 他就说如果你当季在犹豫 要买不买一套的时候 最好把它买下来 因为首先之后 是绝对很难再配成一套的 另外就是对于保值来说 将来如果你想卖二手的话 它一套的这种升值空间 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毫不犹豫就买回来了 可是它存在一个问题 这种盲买的问题 咱们先说这个裙子吧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 衣服它是偏大的 裙子我当时就特别担心它也大 果不其然 我觉得这个裙子 真的大了至少两个号码 虽然它最小就是34 这件是36 而且我想说 就是说Cenel的A字裙 说回来它还是比较经典的 并且我很喜欢 这个品牌有的时候 它的这种改良 是也很顽皮的这种细节在 比如说你看它把 这种非常优雅的A字裙 做了一个拉链开车 这是我第二条 就是Cenel的A字裙 真的是 其实你肯定不会把它 真的拉到这儿去穿 对不对 但它做了这个细节 就可以任由你 小性感一点点也好 说你也可以转身 变得很性感 对不对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品牌 它有一些很大胆 很顽皮的这些设计细节在 那它在侧边的话 也有这些粗泥的编织的 这个元素在 所以整体来说 我还是挺满意的 收到这一套套装 好了 这是这一期 Cenel折扣器的购物分享 别忘了 我还会在评论区 各成一个幸运的小伙伴 送出这款手霜哦 爱你们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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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